公读圣奴家福音 那时主有选立了另外七十二人 派他们在他之前先行 两人一组 到他即将到达的各城各地去 他对他们说 庄家实在丰饶 但工人很少 所以你们要祈求庄家的主 多派工人来收割他的庄家 出发吧 汉 我派你们出去 好仗阳进入浪群里 你们不要带前浪 包袱或孩子 在路上也不要问候任何人 无论你们进了那一家 先要说 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若有平安的日 你们的平安就停留在这家 不然这平安又回到你们身上 你们要住在那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应当得到他的工资 不可从这家搬到那家 无论进了那一座城 若有人接待 给你们摆上什么 就吃什么 要治好城里的病人 对他们说 天主的国已临近你们了 上主的华 也许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